如果 也没成熟 佛菩萨来不来帮忙 来 没有善根 佛菩萨也来 不可思议 为什么 我们凡夫不知道 圆满觉悟的人知道 他知道 知道整个宇宙是一体 绝定不能分割 就是一个整体 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整体 我们含毛上一根毛的毛端 也是个整体 那佛菩萨为什么讲跟熟众生 跟熟众生 他这一生呢 他救了 他彻底救了 这种人少不读 而完全迷惑 完全不救悟的人 这种人 佛菩萨帮不帮助他 帮助他 但是他一生不能提救 帮助他什么 帮助他种善根 不是帮助他成熟 他没有善根 帮助他种善根 善根怎么种法呢 善根种在哪里呢 种在阿雷耶石 信实 种在阿雷耶石 怎么种法呢 让他有佛的种子 要知道佛的种子 是本来有的 他迷了 迷而不绝 佛菩萨慈悲 帮助他 开始救 他知道 这个世间有个佛 或者是见到佛像 或者是听到佛的名字 或者是接触佛法的法物 看到寺庙 看到佛塔 看到 学佛的出家人 比丘 比丘尼 或者看到 学佛的居士 他看到这个 他就录了一个印象 这个印象 阿雷耶石 里的种子 他有个佛 这个印象 很淡泊 并不是 粗重 如果在这一生当中 常常有机会 见到 这个印象 自然 慢慢就变深刻了 到相当的深刻的时候 他就会生起 佛到底是怎么回事 打听 接触一下 慢慢他就理解了 理解的时候 他才能生起信心 所以你看看 佛是先帮助众生 下种子 第二步呢 有了种子了 帮助他生信心 有了信心 帮助他去探索 去了解 真正了解了 是帮助他修行 修行功夫得力了 帮助他提升 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了 帮助他挣苦 所以 祝佛菩萨 那种慈悲心 没有人能够相比的 帮助他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